所以会让Kilong参加这个社会吗? 是的,我已经在准备了 担任过新闻记者的民主全球论坛 共同发起人考夫曼 对于国际上的公投非常感兴趣 这次特别来拜会基隆市长谢国良 民政处长张渊祥和纵发处长林立禅 也一同参与交流 谢国良市长也以去年的地方公投四阶公投案 被中央驳回为议题 和来访的考夫曼互相交换意见 并感谢他提供国际经验的建议 未来可以透过修正及重新架构内容的方向 落实让市民可以表达对地方议题的心声 我们非常感谢Mr.Koffman 因为他们的国际组织拥有很多国家 协助过很多国家这些公投的经验 我们就分享了最近我们的世界公投 什么碰到的困难 他也给我们很好的建议 可以透过重新架构文字 跟一些我们的法条去允许民众 还是可以拥有表达意见的权利 因为最后我们不管是什么文字 我们还是希望基隆的民众 能够针对基隆的环境跟能源的平衡 来表达一个这样的意见 那另外基隆未来也将加入这个 SWISS Democracy Foundation 这个瑞士发起的国际公投组织 那我觉得这个也对未来的 不管是台湾的公投也好 基隆在地的地方性的公投也好 我想这个也算是迈出了一步 那我们要做的就是要提议让基隆未来 有更多的这个Direct Democracy 就是这个公投能够在基隆 能够民众站出来投票 对于地方议题 不是只有地方的政治人物 对地方议题来表达他们的心声 对因为现在可能有的民众不知道 就是地方的世界公投虽然联署成功 但却被中央政府驳回 理由是这个不属于地方自治事项 但我认为一个能源跟环境的平衡 最起码基隆市民绝对是有能力 而且有资格表达意见的 所以就这个部分 我们会去思考如何解套 让民众还是能够针对世界 有表达意见的权利 克福范先生代表 来这边对市场做拜访 为什么会来基隆市呢 因为他也听说基隆市 小孩爸爸姑娘市场 对直接民主这样的工作 尤其在公民投票 在线上的网络的这种政策的论坛 叫iVoting等等 甚至直接的跟最基层的政府机关 所谓的领长 不只是领长 有更频繁的接触 这是他听到非常警仰 所以特别过来基隆市 那由我们台湾的这个复数票协会 张天爽理事长来安排 民政处长张渊祥说 谢国良市长很重视直接民主 请听民众的声音 2月8号起就要展开 与全市领长的座谈 民政处正在积极规划安排 市长非常非常直接的 想要让民众发挥声音 也直接的跟民众最基层的 从2月8号起 我们也会市长要把 基隆市157个里的领长 都会请他来市政府 跟市长做座谈 这是市长展现跟民众 最直接接触的一个 很大的举动 也是有史以来的创举 在民主全球论坛 共同发起人考富曼的邀请下 基隆未来将加入 由瑞士发起的国际性公投组织 倡议让民众能对地方议题 表达心声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 中文字幕提供